而新城过年大家放长假团聚之余 警校人员牺牲与家人团聚过年的时间 坚守岗位来守护大众的安全 瑞瑟乡长吴万德为此就特别代表乡公所 来慰问乡内警察、消防以及邪情工作人员 并且制证了慰绕礼金 期盼他们年节出勤一切平安胜利 除了警察单位 乡长吴万德也在记要秘书黄灵文的陪同下 也前往瑞瑟以及部员消防队进行慰问 与警校人员以及邪情名利 喊玄化家场也共同献上行春祝福 农年平安 祝大家行春平安 农年行大运赞 瑞瑟乡公所为了表达 对村安工作人员的敬意与感谢 这一两天由乡长吴万德亲自前往了警察 消防、民防、巡守、议警、议销等 多个村安工作单位表达感谢之意 同时自证慰绕礼金感谢他们无私奉献 以及维护社区治安与交通的辛劳 让民众可以安心过年 感谢他们 他们协情 给他一点比较开心 希望说他们也能够平安 过年 我们在这里 祝福他们所有的 一切平安 一切顺利 大家事事有利 今年长达七天的新春假期 警察消防人员坚守岗位 邪情名利也跟着待命支援 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光 来守护大众的安全 也期盼他们出勤 一切平安顺利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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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utilize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天下订阅 吏 打赏支持明镜与天下保存